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因为这2050的这个数字本身可能太具有魔力了 就像未来大会 你看在这说过的东西好像都要必须马上实现 所以当时有人看到2050这个图以后就说我们盖一个 他就盖了一个 还真是一个卫生间 在一个四合院里边 好多人反对周边的邻居一开始改造的时候 说有一个老外说 你们不太了解中国的老建筑的美 为什么要加建这么一个东西 又不像老建筑 我说其实我做了一个这个东西呢 我想让自己消失 我想反射周边的环境 让天啊 树啊 老房子都反射到里面去 它在一个角落又不太占地方 它看起来跟周边不一样 因为我不想成为一个假的历史 历史是真的 我想让新的生活注入到老的这个城区里边 这是从院子这个房子里边看出去看院子 你基本上看不到这个泡泡 这泡泡在左边 那有一个反射的东西 我看这个照片的时候我就想 当时有一个老舍说过一个话 他说北京这个美啊 在空 就是院落啊 城市里边也是空 你看故宫也是空 园林也是空 空所谓的 空就是空间 在空间里边有自然 有树有鸟 有家庭 他认为这个是生活的本质 建筑的本质 还有城市的本质 这个是在中国传统的城市里 也非常明显 那我觉得保留着这个空 让新和老有一个对话 好的 主要是议过 去世鲜 过去世鲜